大家好 歡迎來到寶藝黨 我是白兵 大家好 我是寶哥 中間我們有嘉賓 我旁邊這位是Gino Hello 白色衣服這位是Ovi Hello 有嘉賓 如果經常看寶藝黨應該會見到他們 意刷 不過我們先買一個廣告 有一個廣告就是 接下來的25號 即是下個星期六 會有我的一個workshop 其實如果你想去理解 什麼叫系統排列這件事 那你可以來 或者你現在面對一些問題 你想用一些我叫非傳統的方法 你去規探一下 裡面有沒有一些 端藝可以給你解答的問題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workshop 詳情你可以 可能也看過我的廣告 因為你最近正在錄影 可以DM我的 好 那你不單回來 整個人馬上 黑了 是因為太近天空 海拔太高 是不是很值得推介去一個地方 一生人一定要去一次 我覺得是這個景地 是去到這個level 因為是開心的 可能你們上去 你們做design 會有更多的想法 靈感 其實不單近哪 是不是近世作 不是 不是 我怎麼告訴大家 Google 一來Google 二來就是香港如果在這裏 泰國就在這裏 大家在一個螢幕 泰國在這裏 如果香港在這裏 其實中國大陸就在這裏 就是去馬拉阿山 然後隔離就是印度 印度 印度隔離和尼泊爾中間夾住 就是不單 所以不單和西藏 剛剛夾住了起馬拉阿山 就是這樣 應該是西藏過去近一點 通常都是曼谷、尼泊爾 還有印度才有機去 如果要曼谷過去要多久呢 三個小時左右 加起來就可能七個小時 正常香港就會先過曼谷 看看你馬上飛 還是你在曼谷待一會 那我這些當然是曼谷去 曼谷之友 那當然怎樣都留一晚 之後將來就輕鬆再飛 就是這樣 好 今天就討論我們桌面 除了鹿狗之外 其餘的都是 鹿狗 除了鹿狗之外 其餘的都是阿芹奴和Ovi 他們的作品 那今天你們兩個會出來 其實又叫做緣起 就是對上星期日 其實就去了一個展 在PMQ那裏 有一個展 就是阿芹奴邀請我去看的一個展 一個叫做圓形師的展覽 沒錯 是一個圓形師的展覽 大家在香港 包括我去之前都不知道什麼叫圓形師 去到就知道了 其實看到一些會量產的玩具 之前的第一手稿 怎樣形容這個職業呢 可以說一下圓形師 其實好像我第一次上來 其實我也是一個圓形師的身份上來 這次我們有一點點不同的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自己的玩具品牌 就是叫做圓形師 我們都搞了一個 而圓形師是什麼呢 其實圓形師就是 有些人 我們通常生產 例如一些公仔 我們通常都是收到一些設計圖 收到一些2D圖 或者看了一些漫畫 客人給了一些圖 我們就用我們的手 去可能彌雕 或者電腦雕刻 去將那個公仔做出來 當我們做了公仔出來之後 立體了在這個世界上面 那些人才可以跟得到 設計去 或者是可以做生產 而圓形師就是一個這樣的工作 即將那些概念變成現實的一件事 是 沒錯 但其實你們是一個 就是玩具商 加設計商 為何無端端攪剪呢 我想 我可以說我方面 我方面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圓形師 因為我們做這行 要很低調的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接不同的公司 去找我們去做 公司都不太想我們 不想被人知道是誰做的 所以我們通常都要保持自己 是要低調的 不可以承認 不可以對外公開 或者上網貼貼 這個我做的 我以為是 其實他不想你透露作品 可能還未出 連你是誰都不太能說 有些可能是要去到兩三年之後 你才可以回貼 其實是我做的 有不同的保密程度 有些公司是完全不能跟別人說的 你這輩子都不能跟別人說 是的 有這樣的保密程度 現在越來越放寬 你可以說自己的 是自己做 或者都不能大事宣揚 所以圓形師 公共工作很多時候 都是做了一些厲害的事情 但是只可以跟一些 圍內的朋友去分享 分享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職業 或者我面對的處境很孤獨 一個創作者來說就是 我沒得分享我自己做的厲害的事情 別人說賺好 但是我不可以告訴別人 這是我做的 其實這個很漂亮 其實賺你 但是你不可以 我覺得這個心境很孤獨 直到我們現在是一個玩具品牌 我們有一個機會 你已經說了 好像偷情第三者 我明明吃了這個 永遠都不可以跟別人說 有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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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少少這樣的感覺 所以就很想 我們有這樣的機會 不如去做一件事 令那些圓形師開心 大家有吃過第三者一起出去吧 可以展示一下自己 吃過自己有多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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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過我的第三者 吃過多少夜裝 沒錯 《衣怪女的男人》 因為我那次去 我本來完全不知道 其實Arduino 要請我給他去看 我覺得是大可眼界的 其中有一些作品 我拍的照片 我沒有拍出來 是只有這麼小 是一個可能手指弓這麼大的公仔 是 然後真的是很精湊 很精湊 然後再震驚 因為他們 例如他有這個作品 這作品是某一個原形師的 然後看回照片 有一個很小 可能是三十頭 然後我就問Gino 其實那個朋友是誰 為什麼這麼小 但做的東西是很厲害 沒錯 沒錯 那個是Way Wong 那是一個很… 香港如果有可能對玩具有認識的 其實我也可能知道 因為他其實很早期… 前幾年他因為Kickstarter 了那副Bord Game 他都幾多宣傳會 宣傳一下他 因為他就是另一個case 就是他做很多原型的創作 但是他不能發展自己 即是他不能發展自己 即是他不能選自己的作品 他就自己 就收藏了自己一年 他出了這副Bord Game 這副Bord Game 這副Bord Game 就真的是他的作品 即是他可以公開做 而且這副Bord Game 他很小 而且他是手雕 所以他不是電腦雕 他還要用手雕 拿著放大鏡 對 真的很好吃 沒錯 很厲害 為什麼他這麼年輕 因為他13歲就出道 十三歲就入行 對 十三歲 十三歲 十三歲參加模型比賽 被人發掘了這個超新性 所以其實大家 因為十三歲 你研究的東西很專門 那些人可能都叫你 什麼膠什麼膠 就是模型膠 但是其實 是一樣有條出路 沒錯 沒錯 但是這次 你前面弄開玩具 做這些原型 你就是很厲害 但是這次攪剪 其實你的感覺如何 為什麼呢 剪還沒完 剪剪其實比我們想像中 要的人力資源也好 金錢資源也好 輸出比我們想像中多很多 就是無論在事前安排 去到場地的規劃 或者是art work方面 哪怕是去到不同的參展的朋友 去拿作品 去到後面可能是一些安全的問題 安全 因為那些展品 其實很多是你碰到它會爛的 因為不碰得 但是又很怕在公眾的情況下 多手 對 套多手 還有那個牆其實都算大的 變相就算有人在那裡看也好 也有些位置當然會碰不到 變相我們就除了把桌子弄闊一點之外 就有一些不同的拉帶 還有很多的標示 不要碰 不要碰 還有盡量我們在第一個進去的場地 其實就完全沒有作品 就讓它知道 其實你已經進入了一個藝術 你已經進入了一個要安靜的地方 希望可以透過這件事 令到它之後知道 原來是要這樣去看那些作品的 就是在鋪牌上面 希望這樣會安全一點 它連愛因斯坦都丟了 是啊 已經找到了 很棒 如果你留意到一個得蘭修女的作品 就是它的出道作 都不是 都是拿獎但還沒有出道 但都是11、12歲的時候丟的一個作品 有感覺啊 很厲害啊 那次去看完之後我就覺得 你現在看那個就是它的桌子遊戲 你看照片也沒有那種 你立體看到那件實在你面前 55mm只有這麼多 是啊 很小的價格 立即要宣傳一下 那它的桌子遊戲是多少錢啊 我都不知道 它的桌子遊戲好像五六百元 我記得 手造啊 不是 因為桌子遊戲原型是手造 然後找生產商 很想買啊 很想課金啊 所以剪眼的龍頭出現了 大家去看完之後就會很想課金 但最慘的是那個地方是摸課金 最生氣是這些 你玩什麼啊 你想課金的話也可以參加 Way Wong的工作坊 丟你的嘴 丟你的樣子 丟你的樣子 它是不是有個教丟你的樣子 對 我們那時候有個分享的 他會即場去丟一下一個模特兒 丟一下模特兒 對 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即丟 即丟 即丟你 會分享一下他的歷程 可能剛才會問一下 為什麼你的樣子還這麼年輕 然後就有一個工作坊 那個工作坊就是教大家丟你的嘴 就是丟你的嘴 為什麼不丟你的樣子 因為他要細化很多 沒錯 而且他這麼多個器官不丟 丟你的嘴 就是很喜歡的嘴 沒錯 他也是喜歡的嘴 OK 那我想問一下 寶玉講講生意 其實搞一個展覽 你們其實預期有什麼東西 是想拿到得到的 因為要花錢 對要花錢 還是有錢 你又不買東西又怎麼賺錢 分享一下 如果在講賺錢方面 這個展覽是完全失敗的 OK 成功 成功地失敗 沒錯 因為當初就沒有特別想 裡面要賺錢 因為那時候其實要跟 可能前輩談 我們想搞這個展 他們跟你們的反應都一樣 就是要賣東西 會不會有些東西可以賣的 但其實我們第一次搞展覽 我們想展覽是中性的 就是我不想 飄滑一點 對 純一點 沒錯 所以就丟你的嘴 OK 變成我們在裡面 是純展示大家的工作 而且裡面是 有所有原型師的LAMTECH 因為就好像一開始 GINO所說的初衷 其實我們想展示每個原型師在香港做的事 然後讓更多人去認識 原來可以用這些香港的原型師去做Word 如果在這個展覽的收入其實是零的 哪怕是任何廣告 任何內容的事務純輸出 我們做Media 找Media過來 可能找Advertising 然後打桌子 Cliccola 全部純輸出 長租 所以桌子是自己打的 自己剩下的 攀得幾千元就幾千元 但是在我們角度 可能前輩都會問 買不買東西 我們自己有擔心 如果買東西 一來就是 那裏的藝術未必每個人都會買 厚齒薄屁 對 可能正確 這些狀態 我們就不想發生這個狀態 所以就是純粹去展示的一個展覽 但是希望可以建立到的 是一個品牌形象 即是在一個地區裏面 我們是如此看重不同的崗位的一個品牌形象 而且我們很希望是 我們當天開展的時候 其實都叫了很多不同的香港的前輩 或者從業員 或者同行的前輩 過來看看 原來香港有這班勁人 從而希望可以 大家在圈內的氣氛再次一點 我們都會有 我們都是一個齒輪裏面 變相都會有得著在這件事 如果可以多說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做玩具 我們做的玩具是藝術 就是設計師玩具 藝術玩具 其實很講 要做到一個文化出來 所以我們 偶爾都是想 可能透過展覽 或者其實透過我們一些影片 講玩具的一些影片 或者我們透過一些訪問去 做到一個玩玩具的文化 出來 這個香港或者其他國家 這個地方 那你覺得現在香港的 立即問一些情深 因為你這樣聽我 我一定這樣問 你覺得現在香港的玩具文化是怎樣的 哈哈哈哈 應該都還好的 是嗎 如果 這個問題是 你這樣聽我 還是這樣問的 哈哈 我覺得 我覺得 早幾年Marvel好行 Hot Toys是厲害的 橫掃 橫掃 起碼Hot Toys也是香港品牌 然後 所以我覺得 在這一方面是OK的 但你說 Endgame之後就不OK Endgame之後 迪士尼自己也不OK 但我覺得 香港人是很細線的 不過是洗到哪裏 你說Ironman 美國隊長 當然是 你出多少 但是 如果你說 連公仔都要在香港 這個市場 就應該是 另一個市場 是 因為其實 我們做的設計師玩具 其實比較不是像 Marvels 那些 很mass production 的一些公仔 不同 我們會想講多些不同的故事 而香港 好像在這方面 其實是比其他國家弱一點的 所以 我們都想多些 香港人會 留意這個市場 或者留意這一塊的玩具 應該我這樣去理解 是 我們做的Designer Toys 主要都是展述 Designer想講的故事 而內閣香港的人很急 他未必有時間停下來聽你說故事 他不跟台灣不跟泰國 他們很願意聽完你說故事 再跟你分享他的故事 但是香港人就未必有這些空閣 放水就走了 看都不看就走了 但是 其實在Designer Toys 其實香港很多很厲害的前輩 之前有出過不同的內容 我們作為後輩 其實很想承接著這件事 去做一些好的玩具 其實之前香港都是這麼輝煌 這麼厲害的 去到我們這個世代 可以怎樣去重新 表演這件事 其實是斷了一下 因為其實Art Toys 可以稱為香港發源地 因為我小時候 即是我讀書的時候 就是MXO 沒錯沒錯沒錯 MX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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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很想要 這個就是最初的Art Toys 因為有這些Art Toys 才開始世界各地 開始有人做這件事 其實香港武器是 一開始開始教線的 沒錯沒錯沒錯 因為我剛剛 你們說過這件事 我剛剛今天下午 我看了 齒齒的影片 就是他去了葡萄牙 原來就是他去了葡萄的發源地 就是一百三多年 第一隻葡萄牙 然後那個店鋪當然很古色古香 很漂亮 很歐陸的建築 很學校 又是街轉地 然後排隊 然後去買 真的好吃的 他在影片中說吃完就真的好吃 之後我就在想 怎樣可以有個生意 例如做葡萄牙 他一百三幾年 到現在差不多二百年 現在仍然堅持著 不是仍然堅持 是可以做二百年 一直發達下去 你會覺得他做三百年都可以 葡萄牙這件事 我突然想起 做玩具也是一個這樣的行業 都是可以擴充下去 當然就不能葡萄牙 跟這件事 就是這樣 我覺得如果有這些生意就好了 可以做二百年 你一個形狀 然後就是狂出 最近我接觸 最近有少少本行 跟葡萄牙 最近有一個品牌 是 編 編 有一個做可樂餅的 其實已經有二百年歷史了 原來整個京都所有的牛 其實本身都是一個大批 大的批發 那些叫近江 有一個大批發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就拿了那個 因為那個 翻大型是第三還是第四代 你想想 一個生意都做了三四代 然後就拿了那個品牌 其實就是一個可樂餅 有兩款 那關於牛有什麼事 因為這個可樂餅 其實裡面有兩款 一個是三十%是牛 有牛肉在那邊 一個有七十%是牛肉 然後我吃過那個七十% 牛肉是真的很好吃的 就是他整代人 或者幾代人 當然他除了是 除了是可樂餅 他還有牛的批發給不同的餐廳 但是他就靠那樣東西去代代維生 但我覺得如果做玩具的話 除非你有些很厲害的IP 不然創作人的創意是很重要的 你問李小龍也可以推出二百年 踢到一千年也有 你講得很對 我們自己的2PLASC這個品牌 其實我們就是想把一些冷門一點 或者比較古代的一些經典 我們嘗試從我們的手法再重新品牌 我們有一個系列是港產品的系列 第一個頭炮就是做李小龍授權的公仔 我們出了兩款公仔 我們今天帶了一款上來的 就是晚龍過江 最經典的 為什麼是晚龍過江呢 最經典的應該是死亡人是黃色的 但是這個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就是你本人的詩詩 是我本人很喜歡 那時候一說李小龍 我小時候看李小龍 就是為什麼這個人做了一個Pose 那個蝙蝠機 我就覺得這個人熱身都打死我了 為什麼他不動都可以 我已經知道這個人會打死人 為什麼他那麼不同的 他那個肌肉 我就覺得這個很Iconic 我便想把這件事做出來 還有也有一點想做回舊時香港 Art Toys的風格 就是比較Hip-Hop的 會有一點國線的感覺 我們就把它放進李小龍裡 然後就做了這個Figure 還有因為市面上 我看到很多李小龍的Figure 都是比較寫實一點的 那我就想 但有時候寫實很難放在家裡 所以我就想做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 我們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公仔 我看到已經是即場課金了 我已經是打尖 因為你是在預訂的 是呀 沒錯 還有這個就是有死亡人家的版本 沒錯 我即場課金說 可不可以打尖 你預訂 這樣吧 打了個尖 所以我就馬上運用我的 拳力 拳力 反正是淫威之下 就是如果你不讓我預訂就算了 今天就我跟你聊 就算了 所以就可以成功打尖 然後就 還有我是喜歡死亡人遊戲的 我小時候經常看的 因為 我小時候經常看 因為 小時候我家不可以看這些 其他李小龍的電影 都有看 但可能看一次 我是唯獨是死亡人遊戲 狂看 因為他很棒 好像打機一樣 打上去 對呀很好打機 還有我很喜歡他打那個 不知兩米幾 炸巴 真的很過人 他還有雙腳踩上去 好棒 所以我們馬上要課金 李小龍 那是要拿版權的 有版權 沒錯 有版權的 不是版版 是正版 正版李小龍的授權公仔 另外我們來看看另外一些公仔 我一看到中間的白色那個 這個是白兵頭盔 沒錯 這個 但又加了兩隻角 這個我們是銀河魚連 我們這款的公仔 其實我們 的確是有少少白兵元素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白兵 那時候我想做 這個其實是我們第一款的狼狗公仔 就把一些自己喜歡的元素放進去 那我就很喜歡 我本來是想到暴走族 我想做暴走族的公仔 然後我就想有什麼故事 不如它是宇宙的暴走族 那我就想到不如它們都 因為我想把一類 就是一群這個概念放進去 那我就把有什麼是一群的白兵 就是一群 白兵通常你見到只有一群 那我就想把這個概念放進去 那我就想到這個概念之後 再想到不如他們是 為什麼他們的宇宙暴走族 就是一個其實是地球的外星人 這個就是鉗刺囊 另一個就是幫他想找到 武星的地球人叫Paco 那為什麼他們戴著頭盔呢 就是因為本身 鉗刺囊就是戴著一個電影 白兵頭盔的過生活 就是在地球是這樣過生活 因為他不可以被人見到 因為他是外星人 就是他就是這樣上學 但是他沒有問題 不要理為什麼 那Paco為什麼想戴著頭盔呢 就是想隱藏的身份 就是大家都是我們一起的 我們一起的 我們戴著同一個頭盔 就是這樣 那你為什麼會喜歡暴走族呢 因為我小時候看漫畫 我小時候看日本漫畫很多 暴走族就是經常在漫畫上出現 我就覺得這個群眾很搞笑 因為他們很奇怪 去那個飛機台有奇怪 但是那些衣服也有奇怪 但是他們一幫人做就是有型 就是有型 還有那時候是東漫的 那時候剛好興起東漫 然後覺得很好看 東漫就是 東英墓仇者 對東英墓仇者 我就覺得浮州族這個 概念很棒 所以就做了出來 所以我就看你的公仔是有不同元素加上去的 沒錯 除了有白兵頭盔 那它有兩隻角 然後我們其實想做這個公仔 其實是想找很多不同的朋友 想找很多交通的 好像我們這一個 我們這款 這款已經有些不同 它就是一個達摩的頭盔 它其實是跟一個台灣的牌子 X-Rage 去做一個Korsofa 那它的衣服也是有不同的 它的衣服就是他們十周年出的那件衣服 我們就跟它出了同一款的衣服 就做一個Korsofa 做一個聯成款 你們也要跟一些潮的牌子 有些 發生一下關係 沒錯 因為我們是潮流玩具 不潮流不行 之後裡面 就是這個鉗刺囊 它的頭是否跟IQ博士那兩個外星人的頭一樣 有很多人這樣說 其實它的圓形是一隻蝦 一隻叫皮皮蝦或者螳螂蝦 螳螂蝦是打架很厲害的 是 那我就因為想 蝦翔是一個很不喜歡說話 但其實是打架很厲害的一個人 那我就把螳螂蝦這個概念放進去 這個其實才是 這兩隻角才是它的眼睛 它的眼睛當然是假的 是 我的概念是這樣的 好有趣 我的概念是這樣的 如果揭開眼鏡裡面就沒有東西 對 人人沒有東西 沒錯 很有趣 那他們穿那件衣服呢 你們有沒有想過可以將它實物化這樣穿 你穿一件而已 是的 我們有很多件這些文字的衣服 但我們沒有做到 將一些字放在衣服上 沒有做到那麼長 把握著它再長一點 其實也很帥 可以想 是的 我就是看到很適合我穿 你穿這件衣服 是很適合你們 謝謝你 我現在穿很長的衣服 我們有將這些字做了一條毛巾 是 是我們這條 沒錯 因為他們 洗手脫下來我好熱 謝謝 終於可以脫下來 謝謝你 就是這個銀河雨蓮 沒錯 看到這一邊 銀河雨蓮 那就是代表暴走族 暴走族的另一個名叫做雨蓮隊 是 然後有另一邊 另一邊 另一邊就是被你擺到頸裡的時候 就會這樣兩邊 現在就是這個 釋迦茅尼還沒有懲罰的時候 他一出生的時候 聲上天下為我讀書 是的 竟然說他這樣的東西 你就知道什麼了 還有一句就是 宇宙製霸 因為我們做暴走族上 很想有這些這樣的 自己會想 我們會想公仔的外形 還會想他會說什麼 放在自己的衣服上 但我感覺有點濃心的大陸宇宙 對 就是要中二病 極中二就是最好 因為暴走族的衣服 通常他們會把自己很重要的字眼 或者黑光明心的字眼 放在自己的衣服上 所以可能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些字是不同的 沒錯 我這些可以直接出衣服 我們有時候都會想出一些周邊產品 令到這件事更加回合 對 這些衣服是黑人穿的 高就行了 但穿得很好看 威白以上專用 這些長衣服 到時候出了給你打尖 我一定買 因為我很喜歡這些字體 這些日本字的字體 沒錯 我也是 我也是因為喜歡日本字 就喜歡暴走族 喜歡實功復 如果你要寫四個字 在這件衣服上 你會寫什麼字 白兵電台 光炒牛河 對 光炒牛河 很厲害 不是啊 寫什麼啊 光合作用 光合作用 對 因為有人說我在主角度感應 什麼人都不吃 光合作用 好 很可疑 對 光合作用不錯 你記著字 好 光炒牛河 光炒牛河可以承認 寫出來 字體是ok的 不要緊 我幫你在細部位置寫光炒牛河 不是最背景 不是啊 背著四個字才夠白氣 就是光合作用 如果不光合作用 就是光炒牛河 可以寫在旁邊 不知道啊 李子山 因為蠻好看的 蠻好看的 我覺得是ok的 謝謝 你們接下來有沒有跟什麼版牌合作 講不講得 先想一下 我在咪前問那個 講不講得 那個不講得 那個沒講得 好 好 因為我們這個 首先是港產片的系列 我們還有簽了幾個 也都代發中的 有一個即將會發生的 就是英雄本色 噢 發光 沒錯 你們想把錢都拿出來 扭出這些 那個就真的要打尖 因為那個手法 是在台灣手法的 噢 那邊 抱歉 Shit up and take my money 而且那個配套 是你剛才所說的 外套 外套 眼鏡 甚至我們會有些很奇怪的 可能是水槍 水藏 那些全部都會有很奇怪的曬波動 會發生的 噢 這個應該會我們連到一個 港產片很重要的項目 大項目 是的 在這裡要說聲 要留一隻給家營 家營很喜歡 發歌 發歌 那可以了 所以可不可以打尖兩隻 可以 好貪心 你感覺到嗎 我想親自送給家營 家營 家營 那就留一隻給我 可以了 現在就提醒你 不用我送的 不要緊的 什麼提醒都要做一隻 你們做一隻就 DM家營 我知道你很喜歡發歌 你做一隻 你要不要 那些 好啊 另外就隨著時間推敲 你看到李小龍 就是經典港產片 李小龍 周潤發 下一隻會是什麼 就自己可以猜一下 張國慧 可以留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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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國榮 可以留意一下 我覺得 在這裡討論一下 張國榮給寶哥選一套戲 我想知道 的張國榮你要哪一個 我要哪一個 我老友兩個 不是三個 我老友三個張國榮 我會 如果第一次閃出來 我最印象其實是金枝玉葉 但他有什麼形象 我想過三個都有 一個就是霸王別姬 一個就是槍王 一個就是善女幽魂 有發言我看到一些發言 是啊 因為他很符合 因為你作為設計 你一定要有很出聲的角色 那如果善女幽魂就很過癮 你弄個書生 又或者是槍王你真的有槍 那些 選擇真的好 雖然是很高的 有沒有得到周星馳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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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星馳 真的 一定要回魂夜 就是霸給燈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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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要opard 但《新遊記》有很多版權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版權是怎樣 這個也是結束的位置 因為有很多港產片都不是一個版權 所以我們其實都有一些很想簽 但因為它可能是合拍 就有點難處理 我有一點點餓的問題想問一下 譬如有一部電影 電影有電影有版權 但電影是否包含了一些角色 但其實每一部電影都不同 是的 譬如好像這隻李小龍一樣 我們拿了的是戲的版權和李小龍版權 即是兩個加起來就可以 可以簡單點去理解就是我們的盒子上面寫了些什麼 你看到李小龍和馬龍國光 其實就是兩樣東西 譬如好像馬哥一樣 我們就拿了英雄滿色 可能你的盒子就是看到英雄滿色和馬哥 就沒有周圓發三個字 沒錯 是 課大精心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我不斷課金 我再說下去 你找地方放 周星馳之後還可以有誰 再想想 周星馳之後還可以有誰 成龍可以打日本市場 我剛剛去不單 那個導遊又問我 你們都不喜歡Jacky Chan 但是香港不喜歡 全世界都喜歡 那個導遊蠻厲害的 我都知道香港人是不喜歡的 因為他講英文的 他不單話但他懂英文 他說他知道他有些行動不好 然後他懂得說廣東話 因為他覺得是顏色 懂一點 對 我覺得到來是OK 你下次見到香港人就說 Bruce D應該沒有死 一定贏 我們去泰國和台灣的Toy Show 反而有很多人說的港產片是古惑仔 好受歡迎 好受歡迎 還有古惑仔 在歐美 他對於香港的印象就是古惑仔 他們是很喜歡土男的 沒錯 就算我有時候 我以前去過北京做旅行 那些人認識朋友 他們都跟我說古惑仔 銅鑼灣 都是這個概念 銅鑼灣都是一個好男 但都可以啊 很搭你的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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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one by one 那些公仔 沒錯 大賣 而你們剛剛說的 其實就是 我們想做那種玩具的氣氛 因為其實我們Art Toys 就是想有個話題 或者有些概念 我們就要有些概念 去跟別人共鳴 那個玩具就會打到別人想要 是啊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沒錯 然後就除了這個 Lyzen 我們也有另一邊是原創的 是 原創我們除了有Gino的 可能之前有拿上來 比較再精細一點的五輪系列 武士雕像 是的 還有這個系列 其實都還有兩個新的IP 將會推出 還有我們因為都很努力去推香港的內容 我們也有三個新的藝人 在一起去製作 香港的 應該是七月的動漫節 就會看到 晒爛 這似乎是 整個Tyson Yoshi也很大 Tyson Yoshi的原型師 也在我們的原型展上 是嗎 會看到Tyson Yoshi自己的公仔 那個公仔他就沒有放出 那時候就有Tyson問題 可能就會放多些自己原創的東西 似乎上次來到這次 我們隔了多久 حد 你們就可以摸一摸,可以做一下電影 沒錯 其實這個港產編劇也是因為我們做了明日戰記 我們可以拿明日戰記去給大家看 我們做過這些事情,當時都被顧天樂簽名 是的嗎? 有簽名的 哇,顧生簽名不得了 然後也認可這個風格 現在要做劉俊謙的 整定都可以 還外那個 現在是紅的 精神病那個才厲害 或者你可以做他扮他 幫我們踢他 激戰你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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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劉俊謙的 這個大紅我肯定 其實你看回這幾年 你以前可能做3D 變了做玩具 其實你個人起碼開心了 是的,開心了 起碼做自己的東西 做自己的品牌 別說自己想怎樣就怎樣 我們都有很多限制 多了自己決定的東西 還有以前做畫3D 其實有一點點手停口停 因為我不畫 就沒有 那個項目就停了 但是現在我們做玩具 手不停口都停 做了一個玩具出來 就要銷售 不能停 所以每天叫醒你的就是夢想 沒錯,只有夢想 唯有夢想實現才可以繼續有東西吃 這個很好啊 可以保持著 好像今次這樣來 我又可以買一隻 快點一隻 我們待會就有飯吃 有飯吃 待會可以拿一隻餡茶 花了一點錢 可以吃餡茶 可以吃飯 我不用交換完才有飯吃 始終有一個產品 沒錯 屬於你自己的 女明星你有沒有想過 現在很多男明星 馬上想到一些 先把我指下才知道 所以在港產片 我們有一兩套周星馳的內容 我們很想推 沒事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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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中了一頭獎 我好像中了一頭獎 很合彩 爽你也想中 上一隻 上一隻 開心就是這樣 哈哈 因為女角對於我們來說是挑戰 對於Art Toys也是挑戰 沒有那麼多象徵 或者是女的電影角色出 很Iconic 是 做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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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叫什麼 六頂記的神龍教教主 張文 不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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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集 是林青霞 林青霞 那個被他扶起的那個髮型 被滅絕師太 我一輪子 我一輪子 滅絕師太都可以做 我不會給任何反應 是 是 有一個真的超棒 真的 我們還沒說出來的 那個我們還沒說出來的 他不行 他不行 那個還沒說出來 我們保密 全營師要保密 有兩個女角 我們即將會退 保密 我知道 那個拿來煲公正義那個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那個導彈 陳寶蓮 高燕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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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燕木 高燕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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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即 reality 所以這裡常常都點燉 不因為這次可以萃燈火機 真的 甜 sneer 賺錢賣到錢 請我吃飯 請你吃牛仔麵 要啊 請我吃牛仔麵 還有誰呢 那一定是什麼 要是雙刀火雞 一定是毛文偉 要是十字不太難那個 他是不是叫阿琴 我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我真的不記得他叫什麼名字 他叫阿琴那個是李翔琴 李翔琴是姚詠儀 名字真的不記得 你打算弄阿豬咪咪 豬西你想怎樣 文西就要文西 文西一定要弄 要弄豬西 要弄豬西 但這些一看一定買 這些一定買 弄豬西 弄什麼雷什麼豬 糟了 太多東西去做 就是這麼開心 有時候想做玩具就是這個位置 原來我們一起聊 然後就爆很多東西 然後話題圍繞著 你絕對開心 你不會說好不好開心 沒有錢買就不開心 女角 沒有理由做什麼 我知道了 荷里玉 荷里玉就是那個 有造型的 又是有一個 三角形衝在那裡 他拿著絲襪那個 是不是拿著絲襪那個 那個是 不是錢 是底褲 女角 我們只是想起張蠻玉 好了我們不要再想 好了 那就爆了 還有就是張柏芝 張柏芝的形象很難背 錯了 不要緊 好了 給大家一點懸念 沒錯 一定不是張柏芝 都不記得是誰 張柏芝 還有功夫那個是什麼 功夫那個叫什麼 功夫那個叫什麼 是元秋 不是 包租婆娘 雅那個 一個是雅的 黃金聖姨 林聖姨還是黃聖姨 黃聖姨 但是很少鏡頭 他只剩下半塊 是波瓣糖那個 很少鏡頭 我已經不太記得 但是很紅 拍完周星馳就是飛鴻騰達 所以你也很快飛鴻騰達 我沒有拍周星馳 再點 Yes 再點 再點燈 沒錯 是 近年有些什麼戲 那套很新的那套 剛剛那套 帶完人長狗 帶完人長狗 但是很難不會做玩具 這些 填詞欄 填欄 填欄正 我覺得很難做 難做 有什麼可以做 城寨 城寨正 城寨正 對 這個講的 我覺得 一定是 一定有人搶的 一定有人搶的 不是 我真的想討論 近年有些什麼 近年 再近一點 要是什麼 毒舌大狀 王子華也可以 帶著一個 還有那套 發氣功心 我覺得郭富城那套 哦 邵華那個 臨時劫 一定要買 我一定買 哈哈哈哈 是啊 那個真是不對勢 說多謝 說多謝 這個真的要 說多謝 再來宣傳一下 原型展 臨時結婚 對 那隻耳仔也是在那裡 那隻耳仔你會看到那隻耳仔 我們就是一個原型師 是幫忙做特技法 那隻耳仔 對 那隻耳仔就會在那裡展出 哦 哇 好想去 一定要去 我們要講一下 時間地點在哪 好的 地點是PMQ 對 地點是PMQ 就是由現在開始 到6月2號 都是有一個原型展 在那裡的 那25號和26號 有workshop 和sharing 那就是幾個原型師 在那裡講一下 原型師是什麼 或者是一些 分享 講一下雕數 或者講一下 韓內的一些 不同的內容 然後就有刁黑的 有簡單的 小朋友的 有 有可能 威王刁你的嘴 也有 特技化妝也有 特技化妝也有 特技化妝那位 會不會就是上來的那位 應該不是 我看了一些照片 哦 哦 因為那個都出名 都很厲害 好 今集差不多了 大家要去剪了 PMQ見了 6月2號 大家還有半個月 不要說沒有時間 快點去 還有老婆子女 家人去 阿爺阿嬤 姨媽姑姐 沒錯 這條片就到這裡 多謝Gino 多謝Gino 多謝多謝 下條片見 拜拜